台电在大白天计划性的停电 让居民真的好崩溃 今天南投埔里有1000多户 因为台电检修工程 从早上的8点半 预计一路要停电到下午的5点 时间长达近8个小时 停电时间一到 居民无电可用抱怨连连 甚至连外头交通号制都没有办法运作 交通快大打结 计划性停电实施才一半的时间 已经让居民饱受折磨 就是从8点半停到下午5点 太久了 中午那段时间叫人家怎么度过 真的太热了 不行 停电时间一到家里 暗沉一片 电器停摆 妈妈忍受高温 在家带小孩 只能自备水池 让小孩消消暑 屋内难呆 而外头状况一样混乱 马路号制灯亮不起来 交通快大打结 老人家过马路只能凭感觉 这里是南投埔里 26号台电实施计划性停电 时间从上午8点半开始 预计停到下午5点 影响北安里 琵琶里一带总共一千多户 但实施才半天的时间 已经让民众崩溃 不断怀疑是遭变相停电 不知道是天空的 不是这样 天空没电 要把我们控制电 这样 好 这个时候去电 很困难就对了 从住户到店家还有交通 全因为台电的计划性停电而乱了套 台电强调因为日前天气变化大 梅雨后又大太阳 加上怕动物来捣乱 所以必须检修设备 但这个大热天 忍受8小时无电生活 实在好难熬 吉尔站若晨南投报道